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策开了 散开了 没有了 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上物质不灭了 精神当然更是不灭了 精神是个主宰 物质是现象 所以佛在法华经上讲 世间相常住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物质不灭 世间相常住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 粗心大义人所能够懂的 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境界 实在讲 佛如是 我也如是 大家都如是 那华严经讲 华严经就是讲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这一切的事实真相 你要是通通明白了 那就叫你做菩萨 就叫你做佛 佛菩萨明白人 不明白呢 就叫你做凡夫 凡夫就是对于事实真相 不明白 所以佛这个畜生灭度实现 前面跟主要报告过 他自在实现 我们也实现不自在 很不自在 我们是受业力的支配 不自在 佛把业力解除了 变成智慧了 智慧做主宰就自在 我们今天是烦恼 感情做主宰 那就苦不堪也 如果我们把感情 转变成智慧 那我们跟佛菩萨 就没有两样 这个里头 有个很深的道理 也有许许多多巧妙的方法 我们道理通达了 方法明白了 就能转进进 转返成圣 转迷成悟 转苦为乐 真做得到吗 真做得到吗 这不是假的吗 所以佛世心 辱灭 辱灭了 阿南是个凡夫 阿南在释迦摩尼佛再生的时候 执政得虚脱还果 小城出国 小城出国 虽然 三界八十八平见乎 这个见乎我们现在讲错误的见解 它没有了 它的见解是很正确了 可是它的思想不正 见解没有问题了 思想没有问题 思想什么呢 里面这个贪嗔痴慢了 没断掉 所以看到佛入灭了 心里就难过 心里面就很悲哀呀 心里面就很悲哀呀 这个时候 他什么样的智慧都掀不起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一悲痛 就迷惑了 这个时候 阿鲁罗陀 我们在彌陀经上念到的 阿鲁罗陀 他同学就提醒他 他说 你现在不能悲伤啊 佛要灭住了 你是佛法的集成人 那佛在世的时候 你闻法 是最圆满的一个人 可以说佛在一切时 一切处讲经说法 我难度在旁边听啊 一堂阔没去啊 你有责任了 要乘传佛法了 你现在这么样的痛苦 那你怎么办 赶紧向佛去请求 去请教 佛不在世了 他教他四种事情重要啊 佛不在世了 我们怎样修修 以前佛在世 我们大家一可佛啊 佛来教导啊 佛不在世了 我们如何行道啊 怎么修道啊 佛是我们的老师 老师不在了 谁能代替老师呢 那推荐哪一个人来做我们老师呢 古时候的僧团跟现在僧团 实在讲也没有两样啊 人多了 良修不起啊 有一些很顽皮的 不听话的 犯规矩 不守规矩的 那这些同学 我们怎么办 佛在世的时候看到 佛会和斥他 会教训他 佛不在我们的同学 谁肯定谁 那么对于这些卧比丘怎么办 第四种事情呢 你将来集结金藏 这个金藏一开头 要用些什么文字 告诉他这种四种事情 赶紧向佛请教 佛要是入灭了 你就没地方请教了 那么二男尊者就把这四种事情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佛就告诉他 佛不在世 依什么行道呢 佛教人呢 依四念处啊 三十七道瓶里面的四念处 能一四念处啊 就跟释迦牟尼佛在世 没有两样 四念处是智慧啊 四念处是智慧啊 是正觉啊 时时时刻刻要锦策自己啊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啊 观心无常啊 那个心里头的念头啊 刹那刹那刹那生灭啊 所以四念处观呢 是顺利智慧 提高一个人的紧急心呢 佛经里面常讲 万法无常 佛把万法归纳为四条 末后观法无无 这个法是世出世间法 无无是主宰的意思 主体的意思 所以跟你讲万法皆空啊 空 不是没有像 不是没有作用 没有自信 没有自体 没有自信 你才能够万缘放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放下就是心里面再不执着 再不因为这些大方向了 你就深智慧啊 叫我们以四念处住 这个四念处住 最重要的 实实在在讲 真实佛提我们末法众生想到啊 最要紧的就是要断除贪爱 世界人修行 所以不能正骨 不能超越六大轮回 就是贪爱不断 这个是生死的根本 只要根本不断 就永远不能够处理远回 那么又告诉我们 佛灭度之后 那以谁为私呢 佛说了 以戒为私 戒是佛的教戒 这个戒是广义的 不是压抑的 不是那个几条戒 是广义的 佛在经论里的一切教诲 要遵守啊 佛教我们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一定要遵守 不要去做 以戒为私 那么佛又告诉我们 也曾经说过 以苦为私 话说的都很有道理啊 佛教我们生活过得苦一点 为什么呢 怕我们贪着享受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古德常讲 比丘常态三分病啊 这就是以苦为私啊 警觉性就高啊 古时候出家人 生活真的是简单 三一一步 这是在印度热带的地方 新加坡这个地方就如此 三一 这个一就是我们现在批的这个一 三件一 五条一 七条一 九条以上的叫大一 最多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二十五条 现在大的这个一 是纪念释迦摩尼佛的意思 对于欲含遮体的意思 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纪念的意思 古时候 物资缺乏 出家人到外面去脱钵 我们一天吃一餐饭 到外面去脱钵 人家供养容易啊 要是一破了 要供养一件衣 这相当不容易 所以出家人的衣 从哪里来的 别人穿破了的 旧衣服 丢掉不要的了 到外面 落搜堆里面去捡 捡来之后 这个一张质料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把它还可以用的 把它裁下来 一块一块裁下来 然后再把它缝起来 缝成一个整块的衣 自己还可以用 颜色不一样 穿起来难看嘛 染色 所以衣叫染衣 染色衣 现在不一样了 这整块的布 拿着剪 剪碎了再缝起来 意思已经大大的不对了 所以现在这是象征性的 纪念性 纪念我们的老师 当年这种生活 艰苦的情形 让我们常常想到佛陀在世 真的是以苦为死 一时都不足 一时足疗 就生贪心了 对这个世间就贪念了 像疗生死出三界 这三界不错嘛 蛮好的嘛 捨不得离开了 常常觉得世间苦 常常觉得人生苦 他有出力的心 超越三界六道 其辱一真法界 这个就对了 所以佛教我们 以界为私 佛的教界就是老死 所以我们每天读经 昨天我跟各位提到 为什么天天读经 听一听 听老师的教训 早课 接受老师的教导 希望今天一天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违背老师的教诲 晚课是反省 忏悔 今天这一天 我们厨师在人间屋 有没有把老师教界的真正做到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晚阔是做这个功夫 这叫真正修行 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 间接 言语 行为 都要依照佛陀教诲为标准 早晚或用意在此地 那么对于 这些人 这些不守规矩的 同餐道友 怎么办呢 佛在世的时候 佛可以责备 可以货吃 可以骂人 我们不行 我们不行啊 我们没有佛的智慧得能 你要是责备他 你跟他结冤仇 冤仇结了之后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麻烦不大了 真正修佛人 不给任何一个众生结缘仇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 那么对于这些卧陷必修怎么办呢 佛教的方法 默兵 默兵就是不理他 不要理他 看他来了 我们躲得远远 不要理他 一切随他去 过有过的因果 过人有过人的报应 修自己的清净性 佛教给我们这么一个原则 那么第四个问题 这就讲到这个经商了 阿南将来集结经典 开头 怎么个学法呢 佛就叫他 你一开端 用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与哪些人 在一起聚会 用这些字样 没有 为什么要这样学呢 佛就说了 三世祝福 这个金藏啊 开端都是用这个 释迦牟尼佛说 我也不例外 寻古佛的规矩 也用这个做开端 也用这个做开端 今一开端呢 这些这个 这些字样啊 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指示的 古大德 古大德 告诉我们 这个开端呢 还有很深的用意 第一个 古代印度的习商 佛没出世之前 印度的宗教非常发达 可以说是 世界上 真正的宗教之国 那么这些 宗教徒们 他们的修学 层级啊 相当可观 不能够等弦是指 跟我们现在一般人 所接触的这个宗教 完全不一样 他们真修 多半都是修定 修瑜伽修定 而且有相当深的定口 所以在定中 能够突破时空 我们今天讲的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在禅定里面可以突破 所以在禅定里面呢 他能够看到过去 能够看到未来 啊 能够看到六道里面的状况 啊 那个不是幻觉 是四十啊 他能见到鬼道 能见到地狱道 能够见到住天 欲界天 色界天 乃至于无色界天 他们都有能力达到 也是 知其当然 不知其所以然 他知道这些现象 这现象怎么产生的 这个六道还能不能突破 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生活空间 他就不晓得 啊 这就是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所以佛 为什么不出现在中国 而出现在印度 中国在那个时代 可以说 我们的文化学术也相当发达 但是跟印度比 还是比不上 他们已经呢 明了六道的事情 那我们孔劳父子 只是讲人道啊 鬼神跟天道 他很少说啊 那么这就是 我们不如印度的成就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那个地方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他们很想突破六道轮回 所以佛经里面 许许多多的说语 都是借古印度宗教里面的说语 但是借他的说语呢 我们用心的意思来解释 这就变成佛法了 你想涅槃 原籍都是古印度宗教里头的说语啊 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 或是当时他们宗教的典籍 这一开端呢 用阿悠开头 一开端的时候总是用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翻成中国意思 叫有无 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学说 总不外乎讲这个有无的道理 所以把这个字 这两个字标在最前面 而佛法不是如此 佛法用如是我闻 明显区别跟宗教的这个典籍不一样 换句话说 佛教不属于宗教 这是第一个意思 跟宗教的这个典籍明显的差别 一开端就不一样 第二个意思呢 是习真论 阿南尊者 如果要不是说 这个经典是亲自听佛说的 大家以为是阿南自己说的 阿南说的 别人就有真论的 就有议论的 不服啊 嘴一说 如是我闻 大家没话说的 我听佛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的意思 啊 这一切真值 这一切真值就没有了 第三个意思呢 是断重疑惑 这种情形 诸位如果要是细心呢 能够体会到一些 法思深作将心 如果能够说如理如法 心地清净 真诚 就能够得佛的加持 得佛的感应 所以台上跟台下 不一样 在台上得佛的加持 但是啊 容貌比在台下 一定要 好 好宽是阿南尊者 集结精葬的时候 身作讲经 得到 世尊的加持 得到一切祝福如来的加持 所以他的相就变了 那变得格外的好 让这个大众一看了 诶 阿南怎么成佛了 那怀疑阿南成佛了 那也有人怀疑说 是不是释迦摩尼佛又来了 而这是宗教里面讲复活嘛 释迦摩尼佛是不是复活了 也有人疑惑 可能是他方佛来实现了 有这么多的疑惑 那么我难以说如是我闻 这疑惑就没有了 小的坐在台上讲经的是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 这个时候容光换法 是得佛力加持 那第五个意思呢 能令听众生其信心 那再叠第四个意思 大家对佛尊敬 传说佛的法音 也能令大众生其 那幕后一个意思 就是刚才去说过了 世尊是顺同三世祝福 一切祝福 这个金藏 都是用如是我闻一时 佛在什么地方 都用这个样的开端 释迦摩尼佛不例外 精福无异于故佛 所以佛 这个诗号里面呢 第一个叫如来 如来有个意思 精福如同故佛之在来 所以这如来 但是金刚经的他 有一个意思 我觉得非常之好 他说 如来这 祝法如意 这个意思好 那就是万法皆如 如是什么呢 如是真如本性 能变的 一切祝法是所变的 能所不二 这个意思好 虽然一切金呢 都有三分 续振流通三分 华严金呢 又稍微特别一点 这个我们要知道 清梁大师著这个经 把它分作四分 续振流三分 就从三分呢 他老人家把它分成四分 这个四分呢 跟三分重叠 跟三分交叉 显示的格外的圆满 这个四分在前面 也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就是分成四个大段落 第一 是举谷劝耀孙信奋 这是一开端 有六篇经文 将释述 这个不是释述 这个不是释述 是皮诺尖纳如来 这个不是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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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皮诺尖纳如来 他的果报 啊 佛菩萨没有一丝毫的缺陷 我们这个羡慕的心啊 就升起来了 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 建立信心之后 一定要把这里头 因果的道理要搞清楚 我们看到佛的这个果报 果必有因 我们今天这一生 这一生受用的也是果报啊 这个果也有因啊 落有落的因 苦有苦的因 这个里头的因因果果 非常复杂 再复杂的因果 我们也把它理出一个头绪出来 清清楚楚明白明白 然后我们把不好的因 把它改正过来 修行嘛 行就是行为造作 错误的行为造作 这个行为里面 佛通常把它 分作三类 身与意 身体 错误的造作 口语就是错误的言语 意义就是错误的念头 你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那么由此可知 你先要知道错误啊 你才能把错误修正过来 如果你不知道错在哪里 你怎么个修法 你就没法子修了 所以许多同修啊 常常听佛门里的讲 开悟了 某人开悟了 什么叫开悟啊 这个名词好像很神秘 很学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两个字很普通 什么叫开悟呢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故事 知道自己的毛病 就叫开悟 你能把你的毛病错误改正过来 就叫做修行 佛家常讲啊 戒心相应啊 戒身明了啊 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你怎么个修法 你无从下手起啊 修行呢 一定先要知道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毛病 读佛菩萨 他们的行为纯正啊 思想纯正啊 没有丝毫过时 常常读他们的书籍 那这就是一个水平 就是一个标准 依照这个标准 帮助我们改过自信 帮助我们修正错误的行为 这就对了 所以华严经在第二个部分 这第二部分呢 很长很长的经文 修引其果生解分 注重在解 简单讲信解行正 四个字 第二部分是解 解 解 帮助我们修音 帮助我们与古德相应 你果然明白了 那你就是觉悟了 觉悟之后啊 那就是觉悟之后 悟后就起修啊 每天干什么事情 每一天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言语行为 天天干这个啊 实实干这个 处处干这个 不妨碍工作 不管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也不论你从事于哪一个行业 你出顺境也好 出逆境也好 都在现前修正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你能这样去做 这叫菩萨行呢 菩萨不是干别的 菩萨就是修正自己的毛病 但是修行人 正干了 拓法进修 法是一切万法 就在一切万法里面 修正自己种种错误的观念行为 所以为什么佛在这个境 自始至终 字字句句都表伐了 不在字面上 因为你懂得表伐的意思 你六根借出六成经经 就是一切祝福在你面前说法 你始终不离开诸佛如来啊 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 听释迦牟的说法 听完了就没有了 离开讲堂 你也就学历了佛法了 如果懂得他表伐的意思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我们都没有办法离开佛法 没有办法离开老师啊 老师就在院前了 随莫后一分 一人正如成德分 一人 一切人无啊 一切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一切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好人善人 我们看他的好处 我们看他的好处 向他学习 握人 不善人 我们见到他了 我们就反省 我们有没有他的过失 有没有犯他的错误 所以 顺境逆境 善人 悟人 都是我们一面好劲子啊 都是时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华言间在墨后 用五十三位 五十三尊佛 实现我们这个社会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里头有善人 也有我人 就是把现前社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在这个大社会里头 与这些云云众生相处 怎样去修菩萨道 怎样去学菩萨行 换一句话说 怎样去过佛菩萨自在美满的生活 清凉大师 他从这个三分里面这个意思 又把这个经开成了四分 那我们现在在第一分里头 就是四个大端 我们现在读的这是第一大端 第一大端有六平经 诸位现在拿的本子是一本 那么在这一本里面 几句续份呢 这一本经里面 世主妙颜品 清凉大师又把它封为 这个不是第一分当中 第一分有六平经 六平经 又分作射分 这个六平经相当长 分作射分 第一分呢 叫其应免 要叙说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要讲这部经 讲经嘛 总有个因缘缘起嘛 第二分呢 大众同情分 佛 这个佛法呢 是私道 诸位一定要想的 私道啊 是很尊严的 尊思重道 所以啊 直闻来学 未闻往教 事法佛法都不例外 所以我们说求学 我们以真诚的心啊 向善知识求学 求教啊 不可能呢 叫老师到我家里来教我 那就很不尊重 现在这个社会有所谓家教 家庭老师 父母啊 请着老师 来教这个儿女 儿女对那个老师啊 并不尊重啊 你是我爸爸妈妈请来的 叫你来就来 叫你走就走 你算什么啊 没有一点尊敬的心啊 他能学到什么东西 现代社会 古时候没有啊 古时候你看那个秀才再穷 没饭吃 他也不干这个事情啊 他也不会去当家教啊 那一定要有人恭恭敬敬离情才行啊 那不恭敬离情 那你绝对不回去了 那斯文扫地了 这现在社会变了 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那么同样道理 从前这个老师 真理有学问 有道德 没有听说 有招生的 你看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招生 没有啊 老师都很谦虚啊 我没有道德 没有学问了 我不能教你啊 都是这么谦虚的 那招生那就太狂妄了 那就太自大了 你有这么大的胆子 你敢招收人 那还得了啊 不敢招生 所以 历代相传 有寺院里面讲经 设法 用什么方法通知大众呢 啊 从前寺庙前面有棋杆 啊 挂床啊 啊 床是圆形的 像棋子一样圆形的 挂在那个棋杆上 人家一看 哎 今天寺庙一个法式讲经 喜欢来听的就来了 自己来的 不是找来的 我没叫你来 啊 讲的不好你不能怪我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神 啊 对不起你 你自己来就没有话说了 我要请你来的 那讲的不好的话 我对不起你啊 啊 你自己找来的 那没有关系 那那是命当别论 所以不敢招生啊 可是说法要利益众生 要把讯息告诉大家 来不来是他的意思 啊 绝不能有丝毫的勉强 啊 丝毫勉强 那就错误了 啊 这就是 各有因缘 啊 那么大众 聚集在这个地方呢 一定是有请求 请求 有的时候说出来 像释迦牟尼佛请教 有的时候没说出来 有这个意念 啊 佛有智慧啊 有神通啊 众生起心动念 佛都知道 所以你有念头啊 佛就晓得 虽然没有说出来 你意思 要求法 佛还是跟你讲 啊 所以这个第二部分呢 是大众同情 都有这个意愿 求佛 说这个圆满的大法 啊 第三部分呢 面光集中 佛放光 这个放光啊 我们反腐 烦恼太重 看到佛光啊 只想得很稀奇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佛放光啊 是让社放世界那些菩萨们 啊 大菩萨们 他们见到这个佛的光明啊 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哪个地方 抢花眼睛 所以这些菩萨呢 喜欢来听的呢 他都来了 那他到这个地方来 多半做影响中 使这个法会 殊胜壮业 有这么多菩萨在场 显示这个法会 殊胜 西游难逢 让一般人呢 神庆幸之心 那么这个第五呢 佛世心 佛世心不思议的神通 从每一间 放光光明里面呢 显出许许多多的菩萨 那么这个是在 这个从第二第三第四 这个三大段呢 都在如来现象品 叫其因缘呢 叫其因缘呢 就是世主妙颜品 就是这个一瓶金 那么第六 普贤三位分 第七 祝福同家分 第八 法主其定分 第九 大众重情分 这个都在 普贤三位品里面 在第三品里面 那 过后 正说了 这个法会 因缘 通通居足 释迦牟尼佛 正式 为我们 讲这个 大方皇佛化言 那么在这个 这一份里面 有世界成就品 华藏世界品 皮诺哲娜品 六品金的 后面三品 这个是第一份里面的 十个大段 如果 就 精益 来说呢 这个第一品 是 叫其因缘 第二品 这个现象以下了 三品金 第二品 第三品 这两品呢 是朔法的仪式 第四 第五 第六品呢 这是这首 那么这是清梁大司 告诉我们 现在 我们要介绍的 这个第一品 世竹妙言品 清梁大司 也把它分作十个段落 就是 诸位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 这一本 第一段 这是讲大段落 总形一文 这一段呢 只有四个字 如是我文 这是一大段 第二大段呢 标 主实处 诸位看着 都在第一面 都在这个经里头的第一面 都在这个经里头的第一面 这是一时 佛在摩戒提国 阿兰若发菩提场中 这是第二个大段 第三大段呢 实诚正觉 也是一句 这四个字 在第一面 最后一行 这是大段 不是小段 经文虽然很少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要跟诸位细讲 讲一年都讲不完 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那么细讲吧 我们也要跟诸位 留说 我把这个大段呢 先跟诸位说出来 这第四大段呢 是别行处义 第五大段呢 这个一到四段呢 都在第一页 第五大段 教主南斯 在第七页 翻个第七页就看到了 看到了小题目 教主南斯 从二十世尊这个底下 在第七面 第六段呢 是众海云集 在第十面 那我们这个本子 第十面 第七段呢 是趁阳赞德 就是这一些世间主 这个这个 众生世间主 这个这个 气世间主 赞叹 释迦牟尼佛 那么这个文在第五十一面 第八段 第八段 题目里讲 《坐内众流》 在二百三十三页 那么诸位在此地能看到 《中海云集》这个文很长 《沉阳赞德》的文也很长 这个是《华严经》这一部分呢 在一般讲解是比较上困难的 难讲的地方 那么第九段呢 《天地争抢》 这是感应 有许许多多的祥瑞 这个经文不长 在二百六十一面 最后一段呢 《通戒无尽》 在二百六十三面 那么这是清凉大司 将我们这一品经 也就是现在诸位拿到这一本 分成这十个大段落 那么从十个大段落里面 我们就能看出 《世主妙言品》这一品经的内容 内容大概都能从这个地方看到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一大段 《总写一文》 《经文如是我闻》 就是这一句 《总写一文》 最简单的解释 如是你不经意 一不经意 是我二难亲自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我们要把它翻成现代白话 这样讲就不错 这句话没讲错 这里面还有很深很深的意思 印度 古大的说 传佛教学的 要用现在说 传承佛陀学说的这种事情 经文里面讲 如是之四 如是之四 这个里头的意思 传承佛陀学说这种事情 莫南是第一个人 那么以后 这都是从阿南尊才代代相传 这都传到我们这一代 这个意思就是明显地说出 道统一定要有思产 决定不是自己闭门造军 你所学的 你是跟谁学的 我有老师 我的老师他跟谁学的 这样一代一代他推过去 推到最原始的阿南尊的 阿南尊的跟释迦牟尼佛学 这是一个道统 一抹相承 所以学东西 决定要有思产 释出世间法 如果离开思产 自己成就的 美乐会思续 决定不可能 那么你也问他 那最初第一个人 那释迦牟尼佛跟谁学的 释迦牟尼佛也不是无私自通的 到后来会给诸位说到 释迦牟尼佛也是 祖书 过去祖福所说 换一句话说 不是自己的创意 没有创意 孔老夫子也说的 祖书前人 他老人家一声说 术尔不作 他没有创作 转述古德 佛也是转述古佛的 你看那个多谦虚 话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今天时间到了 下一次 我再跟诸位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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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